好,來到例題6.3 其實只是把之前的bar chart再畫得更複雜一點 一個名字叫做Combant Bar Chart 複合的反應圖 其實只是每一班 除了這次的數據之外 其實我們有三個數據 這次說 喜歡吃的飯 Lunchpad 有三樣東西給你選擇 我們看看 他問你哪一班 只是Chinese和Western 即是表示沒有第三個 沒有Alders那個 沒有藍色的 哪一班沒有藍色的 很明顯就是C班 位置所限 我不用完整句子了 記住考試測驗 要寫完整句子 好,接著他問你 哪一個同一數的學生 喜歡Chinese lunchpad 即是表示 今次只是問你Chinese lunchpad 只是在圖片中 看看紅色的 其他檔案看不到 同一數 同一數 即是一樣多 即是理論上 bar的長度 應該是一樣的 bar的長度 應該最長是這個 第二長是這個 然後這兩個 應該是一樣長 所以只看紅色 都說這兩個 一樣長 即是這兩個 就是我們想找 同一數的學生 好,接著哪一個 student how many students 即是我們期望 最後又要回答數字 do not like 不喜歡 Chinese和Western 不喜歡 這個和這個 即是很明顯 他正在問你 others how many 即是問你 others 的數目 很簡單 數一下吧 這裡有五個 這裡有兩個 這裡沒有 這裡有13個 這裡有12個 所以 我們全部加進去就可以了 不過 計數 記住寫 我在計算什麼 今次說 我們的 student do not like chinese style and western style lunch pad 就是5 加2 加13 加12 所以 total 會有32個 人 中文 英文是沒有單位的 沒有問題的話 看回下面 今次 有沒有一樣 要注意的 都是單位的問題 今次說兩件事 一個是收入 一個是支出 一樣 要注意的字 就是difference difference 就是相差多少 就是減了之後 剩下多少 第二件事 他問你 percentage percentage percentage的計法 記住 一定是分數 乘100% 他問你在尾 那裡 他的 income 和 expenditure 即是表示 我們比較這兩件事 所以 現在 我們就說 我們期望 我們知道這件事 是多少 它的 比較 準則 就是這件事 如果我 例如我多過他的 我期望會多過100% 如果跟他一樣的話 我期望是100% 少過他的 就會是 小過100% 所以 這件事 是一個標準 把標準 放在分母 我們想知道的東西 就是這件事 放在分子上 再成100%